军师李德财攻打法强救国沿岸 泰州大王张占川乘机统领人马攻入徐州城 守城的袁军一来没有准备措手不及 二来被他雷应外合 所以一场混战很快就被张占川攻占了徐州城 那么军师李德财救了国光卿之后 满面笑容双手抱拳 老人家受惊了 老人家你不认得我了 几年前我在徐州做生意 和老先生见过面了 国光卿一时不认得李德财 不过现在人家救了自己出来 故此国光卿就连忙还礼 多谢将军救命之恩 这里离舍下不远 请将军去舍下坐一坐 老先生不用客气了 小弟是奉我们大王之命前来解救老人家的 现在我们大王就快到了 请老先生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见我们大王 哦 你们大王是哪位呢 就是太州张占川 郭光卿一听 郭光卿一听 什么是他呀 张占川空 很残暴臭名软阳的嘛 为什么他会派人来救我呢 不过他既然救了我出来 那为什么又不放我回家 其中必有缘由嘛 自家虽然发祥死女逃生 但是又落在张占川的手上 身不由己 不去见他都不行的嘛 就只好硬着头皮 准备他应酬两句 郭光卿就对李德才说 大王一篇圣请 我真是感激不尽 你当去拜见大王 去多谢他救命之恩 那时候兵出来报 启品军师大王已到周府衙门 请军师和郭露先生到衙门商会 郭光卿就对那个醉猫说 刘俠 你先回到店铺先啦 等我办完事再来找你啊 那个醉猫傻傻奸奸地 一微笑 哦哦好好我先走了啊 一阵风就回到他的家猪肉店 那郭光卿和李文忠 就跟着军师李德才 一直来到周府衙门 李德才就派人进去里面品报 张占村就立刻大开疑门 带领大小头目亲自出来迎接 郭露园外一看 哇都没见过有这么可怕的人的 只见那个张占村 足足有成像高的站在门前 一座山仔那样 那个手把掌和葵仙那样大 掃把尾狮子被血盘大口 那些胡桑啊 粗得好像钢线那样的 撐出来 穿个新衣服呢啊又多威风啊 他伸穿龙伦远甲 避见紫罗战谱 头戴金王冠 光华闪闪 这一出声就有些行门雷 晃晃声的 郭光卿心中暗暗吃惊 这个大王好像天神恶杀一样 看见都怕 我和他素无来往 为什么他派人来救我 现在又这么给面 居然亲自出门来接我呢 那我郭光卿呢 是个做惯大生意的客商 又是个见惯大场面有阅力的人 知道这个大王就不会做虚本生意的 一定在我身上打主意的 郭光卿就连忙拱手抱拳 小人无德无能 怎敢怀烦大王出门相迎呢 大王在上 请受小人一拜 说完就要跪低叩头 张占串就双手扶着他 老人家不用拍气 进里面先坐 说完就拖着郭光卿手 一起进大厅 进去分宾主坐落 张占串就坐主位 郭光卿做上宾 军师李德才做陪下 那小英雄李文忠 望了眼的军师 那军师李德才和大王张占串 两个格局完全同 那张占串就神高神大 这位军师 柔韵柔瘦面无三两肉 三角眼 嘎嘴鼻 骚牙肩甲无筛 龟背蛇腰 牙尖咀利 看他样子就是个鬼计多端 心狠手辣的人 他和大王两个夹在一起 一个够恶 一个够奸 一个有勇 一个有谋 怪得这么快就称霸太奏了 今天他们来救求宫 对我们这么客气 他们想怎样呢 李文忠正在想着 张占串就开声了 老人家 我素来听闻你为人宽厚 身材有道 又自家有荒 整套学问的 我总是想请你来泰州住下 确实没有机会 这次知道你老人家 被人冤枉抓坐牢 杀头 我就更加不放心 故事特意带兵来劫发场 嘿嘿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老人家商量一下 我一向对你外生朱元璋都非常敬重 想和他夹粉造反 两家合并 等到消灭元朝素平天下之后 嘿 我们两家平分天下 大家一起享福 今天想叫你老人家来帮忙 让你劝劝你外生 郭光卿一听大吃一惊 哈 我都说他为什么要救我 必定是有所求的了 最初还以为他看中我份身家 要逼我出钱而已 那我就算你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原来他这么大胃口 是看中元章 他见到我外生得人心有本事兵强骂葬 就想借他来做招牌去为妃作歹 你这班人名声禁臭 专做那些奸淫努力打家劫舍的事 我外生哪里肯和你们合拼的 和你一合起飞 同流合乎 你明知他不肯 你就想利用我来出面 不行不行 我做得这样的事吗 郭光卿想一想就快点笑笑口说 大王 那个朱元章 虽然是我外生 但他母亲早就过了身 他自幽离家 我们很少来往的 就怕我说话 他也不听没什么用的 张占村是个粗人 一向恶惯的 他说这样就这样 你有半个不字句就一刀吃过来的 听到老元爱这几句说话 对你一干二净 他心头火起 他想我带兵来劫发祥救你 你居然斗打不听我吩咐 那我就变白祖 豈有此理我才把你绑上来 打你一刃 看你肯不肯得 那张占村面色一扁 六大双眼 本来就拿着个酒杯 把个酒杯啪声放在桌上 就想起身叫捉人 军师李德才 知道硬来会坏事 就变成白费心机 他就快点打个眼色给张占村 跟着这个军师就举起酒杯 是老人家 喝杯酒先 是啊 老人家刚才这么说 确是有道理的 唉 我也十分体谅的 虽然是外申 和两子爷不一样 唉 就算是两子爷 有时都管不了自己的儿子 我们也不敢为难你老人家 这样子 这样子 唉 你说你是他舅父 那便求你写封信 随便写几个字给朱元璋 他 那他听也好 不听也罢 总算是你老人家 尽了朋友之道 就不枉我们大王 亲自来徐州救你一场 是啊 郭光卿听到这么说 就皱起眉头 是啊 死了 他两个一硬一软逼着你 那怎么办呢 如果不写封 像漸串一反面 那我死也无所谓了 知道民中也很难脱身 那如果写封 又怕外甥真的听了他的 那豈非误了大事 郭光卿真的急得全身飙寒 看一眼李文中 李文中也在想对策 又不是看李文中这么年轻 他想事比他寇宫更周全 他想 今天这封信怕不写不行 寇宫这么大年纪 身体又虚弱 万一得罪那个张尖村 那就必死无疑 不如先写封信 裘虎是个聪明人 他哪会凭你的封信 就和张尖村这样的山大王合并 再说 现在已经四更天 写完信以后 我们就回家 马上离开徐州 直奔襄阳 这里来襄阳有几日路 到时我飞马赶去 比封信还快 写了他 让张尖村白欢喜一场 又救了寇宫出险 这才是两全其尾 李文忠就站起来 倒满一杯酒 就递给张尖村 又倒满一杯 递给李德财 然后就到寇宫面前说 寇宫 既然大王和军师吩咐 我看寇宫就照他们说 写封信给寇宫了 如果这件事办成 那就对国家 对寇宫也有好处 张尖村一听 整个面子都开了 对了 对了 你这外生孙就说得对了 来人 拿文房四宝来 对了 对了 就趁世下台阶 这样写就写起了 不过外生听不听我的 我不敢包 说完就拿一笔 写了封书信给朱元璋 军师李德财拿过来看 看完之后笑笑口说 哎呀老人家辛苦了 好了好了 现在天时不早了 你两位进里面休息一下 一礼 事后 两个书团都进来 恭恭敬敬说 郭老爷请 各国老员 我就整个恶宴 咦 不准我们回家 那不就是怨禁我们 刚刚上开口问 一眼看见门外十几个大汉 各个全身盔甲站在外面 郭光卿的心知这回上当 一写完诗信 就被他们困住不回家 李德财那时就满面笑容说 老人家 你放心 我们是怕有人会谋害你 拿稳赠做留你在这儿 那你外生朱元璋 就快和我们兵俠一处 上共一家 到时你们不是团圆 好了好了 请进里面休息一下 李文忠见到这样 亦知道现在已经新入苦悦 硬冲就冲不出去 只好陪着寇宫 进里面房来休息 那个张尖村 一见到大功高成就咔咔声笑 哎呀军师 你真是使得 大王 我们要用大王的名义 再写封信 即刻派人送去西吴 李德财就即刻写了封信 连郭光卿那封一齐 就派一个能言善变的谋士 叫做召声 吩咐他即刻去商养 将信交给朱元璋 到了西吴之后 还要留心拆看周围军营的虚实 治承之后定有重赏 那个赵姓呢 我心就想 这件就真是没猜事了 治承有重赏 又听说朱元璋为人豪爽大方 到时一定切宴款待 还有上银 那个赵姓呀 本来连饭都不吃 换个新衣服 即刻起程 出省去商养 刚刚出省不远 看到前面 正旗招展 寿大飘扬 日志人马走过来 主旗 是西吴王 斗大的朱字兽在中间 张旗 是东海王 中间一个胡子 是西吴王的正印先锋 湖大海 带领人马来到 原来 湖大海 和郭英两个 遇见重阳姑之后 即刻将重阳姑 运在大营休息 他两个就到营盘下令拔寨起程 赶着隋州救郭光卿 走到半路 就听到探马来报 说隋州城被太洲大王张尖村佔领了 湖大海一听又急又火滚 吩咐队伍肥快赶路去攻城 刚刚这个时候 赵姓就来到了 赵姓一看是西吴王的兵长 就立刻上前报 我是太洲大王张尖村的谋士赵姓 奉我家大王之命到商阳下书 多烦你们通稟一声 小教一听 是送书信给西吴王的 不敢态慢 即刻又是报给先锋官胡大海听 启品先锋老爷 泰州大王张尖村 派来夏书之人 姓赵明姓 君前求见 胡大海一听 张尖村派来夏书之人 吵到吹槽鹿压 即刻和他士气刑裁 激古罪障 纵兵丁就架起大帐篷 胡大海坐正当中 郭英在旁边 纵将两旁站立 胡大海一拍张腿 来夏书人 叫他送书人 报报门进来 纵将一听个个恶言 为什么呢 胡大海叫人家报门进来 哈 那时候所谓报门进来 即是呢 要人家功功敬敬 脱了顶帽 摔下头 自报声心名水 来求见大人 这个呢 是上级对下级 或者老爷对待老百姓的做法 对待客人或者对待朋友都不能够这样做的嘛 更不能够要送书来给西吾黄的士者报门进来的嘛 所以郭英一听见就说 二哥 张占川和我们并未交战 不能够叫人家送书之人报门进来的嘛 要请人家进来 呸 我个个人没有请他 是的 盘古至今都没有敢来对待士者的 传出来人家会笑我们不懂军规的 我理他笑不笑不笑啊 我偏要报门而准 郭英就更加急了 二哥 你不懂规矩我懂的嘛 这是军武 不要乱来嘛 胡大开听见減光亦发火了 我不懂规矩 我当正人先锋 我说算数 二哥 我是傅先锋 我不能不管的嘛 你 你们当然可以管了 不过 我和你有大小之分 直正负之别嘛 我是坐正 直正人先锋 你是傅先锋而已嘛 当家的是我 如果我不在 这样才轮到你说了算数 现在我坐正 我说了算数 你听我的 是傅先锋 那郭英呢 就谷了一口气 那只要你二哥在刑盘 那我就不能出声做啞巴都行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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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出声就最对 那郭英呀 真是怒到面都红了 坐着 一句说话都不说 胡大海又叫了一句 来日 叫宋书那个人服部部门延峻 说完呢 他顺手就把那把大斧头放在桌下面 六大双眼在这等人 外边那个赵姓呢 还在想着 赵姓一定会派人来请自己进去 说不定呢 现在已经整定了一餐饭等着我了 一会儿还有呢 重想 赵姓在那儿上入飞飞 只听得门前全令官大声喝 先锋官有令 叫下书之人报门而进 那个赵姓一听 叫我报门而进 你这个先行官 是不懂军规啊 还是有意侮辱我啊 两家人还没打仗 怎敢来对待下书之人呢 想走回来回徐州城 只想想 张占村说这两封信很重要的 要立刻送给朱元璋 如果回回回头 他肯过我吗 唉 好了好了 马死落地走 报门就报门 那个赵姓就咬着牙关 硬着头皮跳落马 脱了顶帽 两手托着顶帽 托下头 人气吞声 就叫了声 承先锋老爷在上 提到宋书人赵姓求见 那赵姓呢 已经够了狼狈 够了低声下气了 偏偏胡大海还不算数 他就召祝大老爷开堂审犯的 一拍一张桌 下面来者何人 赵姓一听 啊 我是来送书信的 又不是来受你审的 你要我报门而进 那我已经报了 你还拍摊渴我 好像审犯那样 这口气是怎么吞得下 看一下你这个前锋 到底是怎样的 这么恶死的 赵姓就偷偷望一眼 胡大海 哇 当堂缩着颈子 打到个冷疹 这个先锋官的样子 还记得人害怕的 面口黑 眼大 鼻大 口大 头大 肚腩大 满面胡桑 瞪大双眼想吃人 赵姓就快点认 下官是泰州张尖村的谋事 赵姓 赵姓斗胆 见到本王 为什么不跪跪 赵姓就心想 哎呀 他出完一套又一套 早知道这个西吴仙峰这么恶死的 你打死我都不来咯 好了好了 既然来了 跪就跪起了 赵姓就恭恭敬敬 乖乖地跪下 胡大海见赵姓跪下 心都开了 嘿嘿 你这个郭英啊 还说我不懂规矩 你看看 我一拍桌 他就规矩规矩跪下 没有那些威西学人做正人先锋 接着胡大海又问了 赵姓 你这些是带书书信来啊 还是带课堪信 刑腾 大人提道 带书信 hace 程再 massacre 再去 campaign 赵姓就把握手 情来长了 如 HP 故四 胡大海再照说 自己遇到书信 左看 右看 上看 下看 欠手中看 回頭來看,看來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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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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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什麼都看不到,他不懂字的嘛,學人看什麼啊,在那裡裝大頭鬼 知道那封信到底說什麼都要知道的,胡大海就望望旁邊的郭英,郭英剛才頂完頸,一吐氣,靈側的頭,實行一於懶你 胡大海就小聲說,喂喂,6667,不就在法火了,誰發火呢,你叫我裝阿巴,不出聲的嘛,啊,剛才裝的,幫幫忙吧,幫幫忙,胡大海小聲說完了,就大聲說給趙勝聽,哎呀,本仙峰這幾天看書書看得多,有些眼花 副仙峰,讀給我聽聽聽,郭英和整班將座真是幾乎笑出聲 好心你啦,一個字你都不懂你,還說看書看得眼花 郭英又怕胡大海下不了台嘛,只好接過書信來,就讀給胡大海聽 太宗將漸穿,逢書諸王興駕下,如今朝廷昏庸,奸臣當道,道賊四喜,民不聊生 我等素聞王興駕懷,大致順天,喜以萬民皆慶 我等無比敬仰,情願與宮合兵一處,共討原策 立國慰問,辭成之後,平分疆土 同享太平,萬望協成,將佔村再拜 國慰,國慰那封信更簡單 元將生兒如臉,你求被囚徐州 幸有泰州大王張占村雙久,物念 大王願以以共徒大業,命我付書以俠 望生兒三思踏雲 七將軍郭英讀完信,胡大海又是一拍張台 胡說八道,喜喜豈有此理 張占村真是發夢,他都不拿鏡照照自己的樣子 你這樣的人跟我主公合合兵一處 來人,將送信人趕出大大影 那趙聖就急著上來了 先鋒官老爺米主,我們大王封信寫給西吾王 小人都未見西吾王的面,怎能夠翻他 胡大海一聽就更加火滾了 啊,你一個小小的謀士 你居然看不起我東海王,胡大海 怎麼這麼大件事啊? 一定要交給我主公 交給我都不行? 西吾的東西,我不管得了 我都說得是一半啊 好,這次讓我來教訓你 那胡大海忽然間裝出一副笑臉來 趙聖,你過來過來 我有句說話跟你說 那趙聖就走前兩部隊的頭過來聽 對了,胡大海在台地一手乃個大斧頭 兜頭一斧頭,將趙聖的人頭斬下來 好,嘿